那是金哥脊椎的问题大 还是我的脊椎问题大 嗯 可能你 诶 为什么 是因为生孩子的关系吗 对 他的脊椎有脊节 就是会有错位的 突出的比较厉害一些 吴老师的还好 哦 在某个综艺里 独王之子何游君谈起了 他与西梦瑶的恋爱经历 当年何游君对超过西梦瑶一见钟情 他想约人家出来 但约了一个半月都没有成功 这两个人 从恋爱开始就被受瞩目 三天两头上热搜 结婚以后 也是三天两头作妖 今天是婆婆强势 明天是西贵妃指示生育积极 在观众眼里 这段婚姻对西梦瑶来说 没有多少真情 可能就是拜金女孩嫁入豪门 要忍受一系列委屈 豪门日子不好过 再加上热搜几乎没有好事 所以很多人已经在心里日盛 西梦瑶过得并不幸福 在豪门里小心抑郁委屈修全 去年生日 他除了晒出与何游君亲力互动的视频外 还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 何游君照顾儿子和广深的画面 说起来 西梦瑶和何游君结婚已经两年多 2021年11月 他又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 成功实现恩女双全 另外还有网友提到 两人之间的结合 其实很大的可能性是利用长孙来争夺家产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这对夫妻从求婚到生子的时间吗 只有短短5个月的时间 可想而知 两人当初的结合其实是相当忙碌的 另外何游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提到过这么一件事情 那就是自己的父亲在最后半年的时间里面 最期待的就是能够抱孙子 真是因为这些情况夹杂在一起 就出现了靠孩子争夺家臣这么一个传言 在综艺节目当中 身为丈夫的何游君就曾说过这么一个话题 那就是在西蒙瑶产子没有多久的时间里面 母亲梁安琪又在催着她生二胎了 甚至还要生肖对冲这么一个理论来催促 从这里其实就能够看出 这家族对生孩子有多么大的追求呢 我讲的特搞笑 你也知道我妈 其实很想我们早点生多一点的 实在嘛 生多一点听起来像猪老公 就是有多几个小孩吗 让她开心吗玩吗 你知道她用什么扯的理由跟我说吗 因为隔了三年才会尽可能的不打架 我们还反手过来一个理论 隔三年 生肖不对 会对冲 24日 西蒙瑶被拍到现身上海某一音乐的画面 她穿着一身黑色衣服 捂着小腹 被疑似幼怀三胎 视频中的西蒙瑶绑着马尾 身材高挑 全程戴着口罩 不过也丝毫不影响她整个人气质 西蒙瑶用手捂着小腹 看上去有点心不在焉 有心事的样子 虽然已经生了两个孩子了 但是她的身材现在依旧保持得很好 一双大长腿 十分抢劲 歇人眼球 然后在身体可以承受的情况下 多做一些运动 现在的心态就是 我希望我的小孩可以健康的出生 然后健康快乐的长大 会比怀疑胎的时候稍稍放松 从医院出来之后 她很快就乘车离开了 生亡二胎后 这还不到四个月 没想到又被拍到出现在医院 如果真的是三胎 网友们感叹这速度真是太快了 可是就在前几天 西蒙瑶还晒出自己健身倒立的照片 虽然已经生了两个孩子了 但是西蒙瑶的身材依旧保持得很好 虽然西蒙瑶曾因四胎的一句生三的更好 而被网友认为是豪门生育机器 不过感情的是冷暖自知 生活的幸不幸福 相信她自己最清楚 虽然西蒙瑶如今的事业一直在走下坡路 但是随着何游君的事业越做越大 西蒙瑶在何家的地位必然也会越来越高 只要她一直是何游君宠爱的小公主 那么身份也只是由豪门阔泰摇身变成老板娘而已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